大火烧开之后呢 现在呢 我们已经煮了差不多五分钟的这个时间了 我们现在呢 已经把这个锅盖可以打开 哇 这个汤呢 是非常的鲜美 因为有这个海鲜的味道 在里边 啊 现在要放入那个花格 花格 好 接下来的部分 我们就要开始呢 可以下面了吧 嗯 再让它煮出一下 这个花格呢 很快在这个热的汤汁里 它就很快会张开嘴了 嗯 对对 好了 那现在呢 它已经张开了 嗯 张开嘴了 我们接下来呢 就可以下面了 这个 从莆田拿过来的这种面 平骨在这个汤汁里 而且其实它很 应该很容易熟啊 嗯 对对 因为它不属于挂面的一种啊 好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来进行调味了 这么一大锅的这个 这个卤面哈 首先我们要加入 先加点糖 一点点的糖 因为会让它变得更加的鲜 然后加少许的鸡精 最后放入盐 因为像我们煮了这么这么多的东西 而且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啊 泡发的嘛 比如说这个葱干 它本身就有一些的这个咸味 如果呢 你这个时候呢 这个放很多的盐的话 等一下我们这个面呢 煮的就太咸了 很咸 好继续让它开始煮开 我们剩下还有一些原材料 比如说海力 海力 还有这个韭菜 海力这个时候就可以放了 海力这个时候就可以放了 把这个海力也是全部呢 清洗干净的 其实这个时候面的已经差不多 等到已经六七成熟了 嗯 对 海力放进去 然后呢 烧煮片刻 剩下我们就可以放入青菜 然后要在菜上面淋点油 现在我们还要在菜上淋点油哈 那依然呢 我们是使用的欧力威兰的橄榄油 这是属于一款的热烹饪性油 因为我知道了 你刚才放的油挺少的 现在再加一些这个米油 会让整个菜的颜色更好 然后呢 让整道面的这个味道也更好 够了吗 差不多 差不多 香气四溢的普天卤面呢 即将做好 咱们在装盘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起来回复一下它的 这个过程 普天卤面所需要的颜料有 面条 上海青 韭菜 五花肉 香葱 虾仁 葱干 和香菇 调料是 白糖 鸡精 和盐 做法是 热油热锅 下入五花肉片翻炒 再加入葱白沫 虾仁 葱干 香菇翻炒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烧开 接着放入花格 下入面条 用白糖 鸡精 盐 调味 再加入海力 烧煮便客 再加入青菜和韭菜 淋入一点橄榄油 面条煮至成熟 就可以起锅成盘了 香菇的营养价值很高 尤其是干香菇 干香菇的水晶液中 含有多种氨基酸 胆碱等成分 所以尽可能地利用起来 这样营养保留得更加全面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石拉运转新浪微博 回关制作过程之后 我们发现了 这个普天卤面的 真的很家常 然后现在你应该 闻到了家乡的味道 对不对 经过我们现在在福州 但是呢 闻到这个普天卤面的香味 是不是想回家 看看自己的家人 对对对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美食它不仅带给我们大家 的是一种的 这个味觉的享受 还能够带给我们大家 一种的精神的寄托 和一种的心灵的放松 谢谢这个小陈同学 给我们大家带来 这一道家乡的味道 如果电视机天的朋友呢 你家乡有什么好吃的菜 或者有什么的特别的推荐 你都可以呢 根据我们屏幕上显示的 这个方式来进行的 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我们每天都会从呢 大家在这个拨打电话当中 选出前五位的朋友送出 由欧丽微蓝提供的 欧丽微蓝特级出炸橄榄油 那么快快拨打吧 当然在这里呢 要特别感谢呢 大家有机整体厨房 对本节目的支持 要感谢呢 欧丽微蓝特级出炸橄榄油 对本节目的支持 还要感谢呢 福建新东风烹饪学校的 陈绍航同学 给我们带来的 家乡的味道 补片卤面 经过焗烤的肉酱 各式香料的提味 各种和谐滋味 口齿留香 明天的大胡子好推荐 香草焗肉酱